一个是特战荣耀里身上有刺,一心想着建功立业的燕破月,一个是且是天下的运筹帷幄,天下四公子独占两份的风蓝星,无论是作品题材还是剧情角色都相差万里,但洋洋都拿捏得当。 他们先后而来,完成了电视剧热度榜上的交接,变得是角色剧名,不变得是演员洋洋。 这个战剧娱乐圈顶流许久的90后人气少生,再一次用实际为自己证明,洋洋确实是演什么像什么。 这些年,她挑战过各种不同的角色,除了军人、江湖侠客,还有电竞选手、游戏高手、仙侠众人,不说个个都是经典,但是成功塑造的还是居多。 当然,洋洋的演技也并非完美,她也承受了不少的诟病。 有网友发文,洋洋被质疑演技,你同意吗?网友也是各执意思,有人觉得不同意,表示从《特战荣耀》这部剧中便能看出她是一个能吃苦的好演员。 这样敬业的好演员在圈内不算多,但也有人觉得,洋洋过于帅而自知,眼神没有戏,演技不放松,时时刻刻都在耍帅, 演技并不足以支撑S家大制作的男艺,全靠脸撑着。 但对于认可洋洋演技的网友而言,她不过是演技99分,却长了一张100分的脸,演技千人千面,有人能够领略,有人get不到。 但不难看出,对于洋洋的颜值,大家却是如出一辙的认可。 这位长相清秀俊朗,却有着极度辨识度的男演员,几乎是等比例长大,却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出一种别样的魅力。 的确,无论是且是天下还是特战荣耀,洋洋都是帅的,即便帅得各不相同,也不影响大家对她颜值的认可。 迎凭钱的她固然帅气不凡,那么生活中,真实状态下的洋洋又是如何状态呢? 有网友晒出洋洋的活动生图,1米8的她和181厘米的李一峰同台,生图状态令人感慨。 当日洋洋和盗墓笔记剧组现身发布会现场,两位男主同台,也来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 1米80的洋洋和1米81的李一峰站在一起,身高相当,但看上去却似乎的更削瘦一点。 两人都是娱乐圈公认的门面担当,当时继于一部戏掀起了一部追剧的狂潮。 戏里的吴邪和小哥风格迥异,戏外两人风格依然不同。 李一峰是俊朗型的帅,洋洋是清秀型的帅,两人同框说不出的洋眼,单独看洋洋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 洋洋拿着话筒似乎被台下的记者逗乐了,笑得十分开怀,她笑起来眉眼弯弯,配上这顺毛的发型,更有一种莫名的乖巧。 笑起来是乖巧,但一不说话便瞬间高冷起来。 洋洋双手背后,站姿力挺,仪态是相当不凡,对于她生徒里的状态,网友也是感慨不已。 不少网友对洋洋的和李一峰的状态都称道毙,但对于洋洋的仪态重点表扬,并称,在娱乐圈,洋洋更突出的应该是仪态。 很多人Q到洋洋的点也都是仪态,称其仪态永远满分。 其实,洋洋的仪态一直是公认的载,她不止在剧里时刻保持好的仪态,线下活动现身,也从不让观众人失望。 即便是在一片混乱的场景中,她依然身姿力挺,丝毫不受外界的影响,身板依然挺得板正。 可惜的是,总有人将仪态好误认为是端着,觉得洋洋偶像包袱太重,距离只知道耍帅,这或许也是演员无奈之处吧。 自2021年,你是我的荣耀小伙之后,洋洋又写两部新剧而来,两个角色风格迥异,但都能诠释得当。 与此同时,西外的她的生徒也经得起损失,这样的她,一直位列娱乐圈中央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,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,留言。